再来看到本土的综艺天王吴宗宪 今年已经是50岁了 但还是饱到未老 主持的外景节目 弄得全身都是伤浪 女儿是非常的心疼 而吴宗宪就表示会这么拼命 不只是为了收视率 也希望在下个月举办的金钟奖 再拿下一座最佳主持人奖 已经50岁的本土综艺天王吴宗宪 近来为了节目真的很拼 因为主持的是游戏类的外景节目 不论是水上游戏还是路上活动 吴宗宪都全力以赴 搞得自己伤痕累累 我的脚那个伤已经多到 不是没数 我中暑又三次了 而且是一天 献哥的女儿吴山如 看到爸爸为了节目 跟年轻人比赛玩游戏 三不五时就受伤非常心疼 你看他这样子都五十几次了 还在做这种节目 我都回家有特别给他吃维他命 在节目上拼命 除了要拼收视率 献哥还要拼拿奖 下个月26号 就是电视金钟奖的颁奖 他希望自己拼老命主持的节目 可以让他拿回第二座 最佳节目主持人 美和报叶君远台北报道